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上一次讲到《北京枪声》这本书 记录了2012年319政变的情况 既有政殿主要当事人的见证 也描绘了中共顶层高官的众生像 甚至对胡锦涛时代高层权力运作 也做了第一手的报道 把集体领导的相互扯皮 相互妥协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可惜的是这本书是太子党红二代写的 是为了维护太子党的利益 是为太子党获得中共政权中更大的份额为出发点 因此对当时太子党的共主习近平相关的事情 避时就须 前谈者子 甚至对他还抱有很大的期望 《北京枪声》在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到陈浩书获知胡锦涛放他一马 不仅不追究他的责任 反而让他官服原职 以至他衣食激动过度 像犯进中举一样失心疯了 在他住院治疗恢复正常之后 胡锦涛安排习近平和中央办公厅的常务副主任 栗战书去接他出院 习近平当时对陈浩书说 不仅你和何光业已经解脱了 永康同志和薄熙来同志也即将给出结论 我们党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悲剧了 党内有不同意见 甚至有重大的分歧 都可以在党内通过程序解决 不会再搞路线斗争那一套了 陈浩书是依正心软 他预感到习近平的这家中央 将会开放中共党史的一个时代 陈浩书的预感大家知道 那是大错特错 习近平当时所说我们党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悲剧了 但是他为中国带来的悲剧 大家现在可以说都是鸡身而建 前几年的疫情 哪个家庭没有受到波及 没有受到痛苦了 就是他上台之后的官场 不仅薄熙来在2013年被判了无期徒刑 周永康也在2015年判求终身 至于其他当年在北京呼哄唤语的权贵高官 没有被习近平整肃的 可能只要伸出两只手来都能够数得清 就连帮他进行所谓反腐实为肃清政敌的铁哥们王岐山 当没有了利用价值 也像一块嚼完了的口香糖 被他摁在脚底狠狠地震那几震 才放他一条生路 而他现在的个人独裁 真可以说得上是登峰造极 每个国民都被剥夺了基本的宪法权利 人们看到政治局常委中排第二位的总理李强 都被他当作是小学生 当作了跟班 不幸的是这个向太子党承诺 不会再搞路线斗争的小学生 这个被期待将会开放中共党史的一个时代的下乡之亲 硬是把中国社会搞得是死气成成 也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坛死水 近十年来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这个习近平与当年的习近平比较 除了还是叫这个名字之外 简直就是两个人 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完全错了 因为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变 他还是那个习近平区别 只在于那个时候 他没有坐上大位 对付这个政敌 基本上都是玩阴的 搞阴谋诡计 等到他大权在握 他已经不再需要藏在阴暗的角落的时候 就直接是以上其下 以大压小来狠的了 玩阴的 大家看不到就以为他是一个好人 玩狠的大家都看到了 就说他是一个大坏的 这当然是错的 可以这样说吧 习近平早在他坐上 农以定于一尊之前 他就已经是一个厚黑学的大师了 1917年 也就是略夺于100年前 在袁世凯称帝 失败后不久 李中吴出版了一本书 叫厚黑学 他就指出 古来成大事者 不过厚黑而已 我看 二十四史字里行间 皆能读出两个字 厚黑 其实具体一点来说 也就是所谓脸皮要厚而无形 心要黑而无色 咱们再说回当年中共的官场 所谓官场官场 如果用场来加以区分的话 当年中共的官场中 太上皇江泽民是一个场 团派的大首领胡锦涛是一个场 总理温家宝也是一个场 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太子党派系 也算是一个场 除了温家宝 当年就得把嘴 光说不念 民间是有口碑 实力却可以忽略 其他的三大场 基本上是瓜分了中南海的权力 而当年的习近平 他正宗的身份 其实是江泽民上海帮 那个场中的人 因此他来被江泽民选中 做了隔代的接班人 而上海帮中 包括周永康 和他都相处愉快 同时他又是太子党的出身 与大多数的太子党 包括薄熙来也是关系密切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 他也跑去撑场 至于与胡锦涛共识的五连 他们两人看起来也像是合作无间 表面上 这个是对胡锦涛言听计从 有部分的太子党 当时甚至都怀疑习近平是与团派勾结 会出卖太子党的利益 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在这些派系之间游润有余 他的绝招就是脸皮厚而无形 心暗黑而无色 做坏事都是暗中出手 或者叫别人代为出手 以致温家宝在一次会议上直接的怼他 这个人是顾左右而言 他妄知不是人君 然后当时大家都只看到他憨憨的厚脸 而没有看到他内心的暗黑 也有人说习近平是极权有树治国无方 各位极权有树有什么难呢 厚黑两个字而已嘛 口里面叫哥哥背后面摸家伙 根本就不需要你有什么多聪明呢 多能干呢 只要你够狠够阴 你就有可能胜出嘛 像邓小平呢 像曾庆红呢 都是这种厚黑学的大师啊 但是呢 在治国方面呢 那是马上打天下 是不可能马上治天下的 靠后黑学得了天下 又怎么可以靠后黑来治国家呢 可惜的是习近平一生 可能也就只学会了这后黑两个字 当然是极权有树了 也就是治国无能了 治理国家那才是需要真本事的 中国老百姓碰上这么个小学生的治国水平 又怎么能不吃二变苦 收二杂醉呢 前面骂了几句习近平呢 那还是真的很解气啊 不过呢 还是让我们呢 继续回到中南海宫廷之争的 这个大戏上面来 刚才说到后黑 其实呢 与习近平同属江派的周永康啊 也是个后黑高手 可能呢 也是最早呢 看出来啊 习近平后黑嘴脸呢 并且呢 加以防范的人 说起当年的周永康 他可不是什么好鸟 要说到当年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啊 谁最坏 谁最令人讨厌 谁的口碑最差 那一定是周永康莫属 作为中共的政法撒谎 同时呢 也是作为江派的大将 他基本上干的都是脏活 内活 得罪的人最多 害的人呢 也是最多 当然干下的坏事呢 也是最多 他借着这个维稳之名啊 对民间社会啊 对维权人士啊 对民运人士啊 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啊 可以说都是在习近平之前呢 下手最狠的一个筷子手 我们呢 在这里呢 先不做这个判官 在这里清算周永康 我们现在呢 只是呢 就事论事 站在周永康的角度呢 来看一看他当年是如何找出习近平 不仅仅是薄熙来事件 318法拉利车祸的黑手 而且呢 也是319政变的幕后黑手 在2012年突然发生的 王立军闯入美国总领事馆事件时 他已经开始感到不正常 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本来是周永康的人 而薄熙来呢 又是周永康的最密切的盟友 王立军背着周永康居然背叛了薄熙来 其中啊 不可能没有重大的引擎 其中呢 也不可能没有重大的政治动机 周永康呢 当时就不得不进行思考 那王立军的背后 那个推手会是谁呢 谁能够令这个一向很讲义气的人呢 突然一夜之间就背叛了呢 而在扳倒或者说打击薄熙来事件当中 谁又将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呢 以周永康收集各级官员的情报 整理当代百官行述的做法 他怀疑的对象 当然首先呢 就是温家宝 重庆的唱红打黑 温家宝是从头至尾 都坚决反对周永康 不可能不怀疑温家宝 事实上呢 在中共最高层当中啊 这两个人呢 都是平民出身 他们晋升的路呢 虽然是不同 但是呢 他们在大学时候 其实学的专业还挺接近的 一个是石油专业 一个是地质专业 但是他们之间呢 好像是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甚至可以说是相看两相艳啊 温家宝是特别的讨厌这个周永康啊 提这个江派做打手 镇压自由派 镇压法轮功 而周永康呢 也对这个温家宝是装腔作势啊 也不齿他伪君子的这种为人 这个问题就是 温家宝有没有能力设这么大的一个局 来陷害这个薄熙来呢 这个答案就是没有 那么在中共高层当中 是否还有其他人要陷害薄熙来呢 以江派团派和太子党三大势力集团当中呢 江派和太子党应该说是没有的 导致呢 团派呢 有这种动机 但是团派的这个当家人呢 胡锦涛啊 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势的人 对这个玩弄阴谋诡呢 也不是一个什么行家 胡锦涛啊 他能够坐上大位啊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机缘巧合 运气好 主上的积了应得 因此团派呢 要动手对付这个薄熙来的可能性呢 也并不是那么大 那想来想去周永康把怀疑的对象呢 就对准了 习近平 虽然呢 他们同样都是江派的 因为呢 当了快五年的这个储君呢 习近平啊 当时是正在逐渐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势力 形成自己的这个权力场 而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就是 薄熙来垮台 太子党就会呢 拥有两个共主 薄熙来习近平变成呢 只有一个独主习近平 而习近平呢 就会成为太子党中呢 唯一在中共最高层当中的代表 成为了太子党唯一的领袖 那不用说 薄熙来垮台 习近平就是最大的获益者 然而令周永康最恐惧的 还不是薄熙来被套落入了陷阱 而是薄熙来事件呢 只是18大权力争夺战 你死我活的开始 接下来一定还会有其他人 中枪中箭 那么下一个中招的会是谁呢 周永康那时想到这里啊 是不寒而栗啊 因为呢 他很可能呢 就会成为下一个招针对的目标 针对他的理由 可以说是很多了 正于上面所提到的 不仅仅他是薄熙来最坚定的支持者 也由于呢 他的这个官身啊 民间的口碑啊 那实在是太差了 无论是哪一派的势力呢 如果能够把他给扳倒的话 不管是温家宝还是习近平 在政治上面呢 都可以是大大的加分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 这支射向他的黑箭 会在什么时候向他射来 用什么方式向他射来 他呢 又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 事实上 在周永康看来 习近平是薄熙来倒台 背后黑手的推测呢 还有其他的证据 第一个证据就是呢 2012年2月初王立军叛讨 美国领事馆事件之后 在2月16日召开的讨论 如何应对危机的 中共中央常委会上 尤其在如何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 两派力量那是尖锐对立 当时在北京的常委中呢 有八个人 其中四个人呢 是主张坚决依法处理 这四个人呢 就是胡锦涛 温家宝 李克强和贺国强 而另外江派人马在周永康呢 为这个薄熙来呀 做出辩护之后 吴邦国 贾沁宁和李长春三个人呢 也是坚决反对 读票结果那是4比4 打成了平手 做不出决议 因为习近平当时在美国访问 所以呢 就要向他征求意见 习近平表态说 支持胡锦涛同志等人的意见 追究薄熙来的责任 可以说如果当时习近平不点头 不支持胡锦涛 那薄熙来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 同样为江派和太子党的习近平 对薄熙来的抛弃 可以说那是对薄熙来 捅了致命的一刀 而这一刀呢 年代也刺伤了 薄熙来的坚定盟友周永康 另外第二个证据呢 还是这个常委啊 对这个薄熙来撤职查办问题的表决 也就是在一个月之后 3月13号的表决当中 薄熙来原来的三个上海帮的支持者 竟然呢 都被习近平呢 给争取过去 九大常委当中啊 薄熙来的支持者 最后就只剩下了周永康一个人 这两次表决就很清晰的表明了 习近平已经抛弃了同是太子党的薄熙来 如果说的很那一点的话 那就是出卖了薄熙来 如果再想的很毒一点的话呢 那就是习近平搞垮了薄熙来 当3月18号凌晨发生了法拉利车祸 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鼓 车祸蝉死之后啊 周永康生知是千年盛大 不惜呢 以这个政法委书记的身份呢 亲自介入调查 最后呢 还把他对车祸的看法 在3月19号的凌晨两点 与令计划呢 进行了沟通 由于是时机太过巧合 车祸现场呢 也有足够证据 他认定是习近平深度介入了这起车祸 而318车祸呢 也令周永康本能的感受到 针对他的阴谋 已经是越来越近 所以啊 当陈浩书和何光叶这两个太子党 薄熙来的铁哥们来找他搞政变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其中有杂 虽然他并不怀疑啊 这两个人对薄熙来的友谊 但是他却不得不担心 陈和两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被人当了枪使 也就像这个薄熙来暗中的王立军一样呢 成为了习近平的打手 因此这就是周永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在和陈浩书和何光叶两人打哈哈 一直拖着却不表态 支持政变的原因 这也是呢 在三十八军进京草草收场之后 他能够理直气壮的在政治局常委会上 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还有一点令周永康抗拒他们提议的就是 陈浩书和何光叶告诉他 在找他之前呢 何光叶呢 已经去找过另一个太子党 当时呢 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政委牛援 我们回头再来说说薄熙来落马之后 陈浩书和何光叶决定采取军事政变的方案 那么谁是他们首要的合作对象呢 其实想都不用想 当然是手上掌握有军队的牛援上将了 他要派出几百几千个军人去进攻中南海 那也是举手之劳啊 但是牛援怎么会和他们搞政变呢 周永康只不过是陈浩书和何光叶在被牛援拒绝之后 不得已的选择 这也就是说我在之前说啊 周永康躺枪啊 的这个原因 也是呢 周永康看出问题的原因 那么刘元是谁呢 刘元呢 就是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 也是呢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太子党 在习近平的建议之下 胡锦涛啊 在两个月之前呢 才把他调升为总后勤部担任政委 刘元曾经和薄熙来 习近平呢 等太子党一起 被中共高层呢 作为接班人 培养下放到基层锻炼 积累资历 但是刘元在荷兰省副省长任上 突然改换跑道 进入了警戒和军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故呢 中共高层呢 曾经有各种说法 有人说啊 是因为荷兰省主要的领导啊 到中央呢 去告了他一状 说他在工作上是越来越不称职 连省委和省政府召集的会议啊 都经常的不参加 有一次省委开会到处找不到他 后来呢 才知道呢 他到山里去打猎去了 也有人说 刘元呢 可能是因为六四事件呢 对中共失去了这个信心 所以呢 才得过且过 不过 习近平在2010年10月呢 担任中共中央的军委副主席之后呢 在三个月之后 就把刘元呢 调声呢 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来担任政委 据说习近平的父亲啊 习仲勋的战友啊 曾经呢 就向习近平推荐 由二流来协助他将来治军 这二流啊 就是刘元 与前国家主席李先炼的女婿 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 而习近平呢 也计划了 当时在18大上 任命这个刘元 为军委副主席 刘亚洲呢 为总政治部主任 兼军委委员 一句话 那刘元呢 就是习近平的人 太子党要搞军事政变 要杀尽中南海 竟然找习近平的人 去对付习近平 那不是发疯是什么呢 周永康知道 如果不是发疯的话 那就是别有用心 所以陈浩书和光业 是别有用心吗 总之 在周永康看来 这两个人当时啊 完全是在胡言乱语 是不可信任的 另外习近平呢 自己呢 也在政变事件当中呢 留下了好几处破绽 第一个破绽呢 在周永康当时就看出来了 那是3月19号上午 当周永康和陈浩书 和和光业两人呢 在周旋的时候啊 中央办公厅呢 就打来电话 通知周永康呢 晚上8点钟呢 去参加在人民大会堂 临时召开的全国维稳工作情况协调会议 中央办公厅呢 还特别强调 这次会议啊 是习近平的办公室通知的 胡锦涛呢 到时候也会出席 等等 本来中国的维稳工作呢 是由作为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呢 来具体抓的 但是奇怪的就是啊 在中央常委里面呢 却是由习近平来挂帅 担任了这个维稳工作小组的组长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 让周永康啊 那是一下子更加清醒了 本来自己分内的工作啊 却由别人来通知开会 而且呢 偏偏当时呢 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 这会不会又重演1976年 华国锋叶剑英抓捕四人帮的把戏呢 如果周永康不去开会 那说明周永康呢 是内心有鬼 他们随后啊 就可以找借口抓人 而如果周永康去开会 那么就正好是送上门去 立即就会遭到逮捕 这个电话 就是在打探周永康虚实的嘛 周永康这个老福利 他难道能够不知道 而习近平留下的另外一处破绽就是啊 明明通知了周永康晚上开会 习近平本人呢 却在当天下法 突然说有事 离开了北京 去了郊外 周永康后来的这个调查就发现 陈后书和光业两人呢 在找了刘源之后 刘源立即呢就报告了习近平 习近平听说之后呢 是雷霆大落啊 那杀进中南海 这不就是想要他的命吗 他本来呢 想马上派人去抓了陈后书和光业这两个坏小子 后来呢 他的情绪平息了下来 要刘源呢 告诉何光业 让他们去找周永康 陈后书和何光业 后来果然呢 就去找周永康 习近平呢 就赶紧去找胡锦涛商量 胡锦涛一听 那也是大惊失色啊 他哪里见过这种局面呢 要搞兵变呢 在北京枪声遗书当中呢 说是胡锦涛啊 安排人长期监控啊 这个陈后书呢 才发现陈和两人的这个政变图谋 这个其实是不太站得住脚的 而更加可靠的说法就是呢 刘源是最早知道他们政变图谋的人呢 之后才会有监控的这个事发生 那我们再说回胡锦涛呢 在知道两个人政变的阴谋以后呢 就与这个习近平商量对策 胡锦涛对调兵打仗 那是全部在行 而习近平早年呢 曾经担任过中央军委秘书长 和国防部长耿彪的秘书 有长达三年的这个军队的历练 自然呢 对这个调兵潜将呢 那也是驾情救赎的 于是呢 在习近平的怂恿下呢 胡锦涛就决定杀鸡用牛刀 调动三十八军 进京秦王 习近平呢 当时还对胡锦涛说 政变呢 这个时候啊 谁输谁赢 搞不清 这个形势是非常险恶的 他们两个人呢 最好是不要在一起 要向选美国的那个总统 他们来做法 总统和副总统呢 要分开 那个增加这个成功的机会 他又说啊 胡锦涛目前的身份呢 比较适合在第一线 与这个政变分子啊 做这个殊死的斗争 他呢 可以离开 然后呢 在北京的郊外呢 去进行侧应 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设事虽然是很深呢 但是呢 见识却很短呢 胡锦涛呢 就被习近平摆了两道 不知道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后悔 事实上 周永康呢 与这个胡锦涛 在常委会啊 共事呢 已经是五年了 可以说对胡锦涛呢 非常的了解 胡锦涛做事 那是擅长和稀离 心地其实也不算坏 但是突然要调动 这个几万人的军队 去抓两三个人 这种事啊 绝不会是胡锦涛 所能够做得出来的 事实上 如果要捉拿 陈浩书和何光燕 中央警卫局 一个赢的人嘛 就足够了嘛 胡锦涛最后却是 舍简单 求复杂 舍小求大 在背后啊 一定是被人呢 蛊惑 当了解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周永康当时都怀疑 这陈浩书和何光燕啊 去找他 用的可能就是苦肉计啊 根本就是习近平派他呢 派他们两个人来 要整他周永康的 这也就是后来 陈浩书和何光燕 两个人在逃亡的时候啊 他下令公安部了 要找到这两个人 是可以格杀胡论的原因 而第三个破绽就是啊 胡锦涛后来不追究 这个陈浩书和何光燕的责任 胡锦涛对这两个人 可也说那是恨到了极脸啊 甚至是不惜调动数万军队进京 早至今日何必当初 怎么可能就把他们给放了呢 陈浩书都被这种做法 一下子弄得了死心疯 可见的那是极不容易 做出的这个决定 放了他们这两个政变的主谋 那对胡锦涛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啊 知道内心的人就说 胡锦涛之所以把陈浩书和何光燕呢 放了不追究啊 这个真正的原因就是呢 习近平就是当时啊 以这个太子党掌门人的身份 向胡锦涛求情的结果 习近平为什么会要胡锦涛 放陈浩书和何光燕两人一马 两大理由 一个就是笼络太子党 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 去找周永康呢 有他的因素在里面 周永康了解到这三大破绽之后 那是什么也不用说了 同事江派的面纱撕下了 从此呢就和习近平结下了 不共戴天之仇 一向呢都是心狠手辣的周永康 在退休前被人摆了一道 怎么能咽下这口气 由于十八大是近在眉睫 他想要在政治上打倒习近平 已经没有了机会 那怎么办 周永康呢开始策划了 对习近平进行暗杀 当年夏天呢 在北大河会议前后呢 周永康至少是两次试图的暗杀习近平 一次是在会议室 这个放了定时炸弹 另外一次呢 就是曾习近平在301医院呢 做体检的时候打毒针 可惜的是这两次暗杀行动啊 都没有成功 各位这一期呢就偏重于评论和分析 也比较长 并没有讲一些具体的这个故事发展 不过呢 我下期呢就会给大家啊 抱一个大瓜 结局呢 关于习近平的一个大谜团 那是什么大瓜呢 是什么谜团呢 我们下一次再谈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